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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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刚刚走出门口吃完东西 现在又去另一层了 当然我们看过去吧 朱拉50厨房 依然是这么多人 你看一样是这么多人在等的 告诉你 现在已经4点了 你说是不是搞笑呢 所以我们决定来这间Tee Spoon 吃东西 有没有机会等到呢 我们试试一下 拿票看行不行 如果行就拿票 过来看看有没有位置 等下吧 看看有没有位置 有就等 没有就算 好了 拿了票再说 其实说一说吧 现在呢 我们还没吃饭 但门口已经坐了人了 朱拉50厨房 老婆在看的菜单 在画东西 我都不逐一慢慢说了 那些食物都会拍摄给大家看 我现在交了一张纸 接着可能要给钱了 才安排座位的 我们现在画东西 进去坐下再谈吧 这次就让我介绍一下餐牌了 有樊口 有樊口 35匹 我们叫了蟹棗 120匹 有豆沙饼 不过它的名字叫油炸红棗薄饼 45匹 有个金枕头榴莲雪条 在旁边的雪柜 待会叫樊口拍给你看 我们叫了这个爆章金沙护泥 那一个 接着就叫了一个竹生汤大 不过它的价钱拌乱了 所以这个不说了 接着就另外叫了蠔油炒芥蘭 因为想不爱肉 那就80匹而已 接着就叫了个蟹肉鱼标汤 因为它写明有蟹肉 很吸引 82匹 接着猪肉炒面炒饭都没有叫了 接着叫了皮皮虾 因为蝦记得吃皮皮虾好吃 范哥今次挑战辣 所以叫辣炒皮皮虾 280匹 其实三项都是280匹的 另外就是这些鸡 猪全部没有叫 鱼都没有叫 接着咖喱炒蟹 因为刚才那个吃了 所以就没有叫 蝦刚才也试了 所以没有叫 唯独是叫了一个滑蛋蟹肉盖饭 因为有一个很吸引 贵20匹 有咖喱和滑蛋蟹肉开饭 多20匹 不过我看到它的蟹肉 幅相片也不太多 而且刚才试了咖喱 在第二间 所以我们今次 单点一个70匹的咖喱 滑蛋蟹肉开饭 箱头面前这一碟 是滑蛋蟹肉盖饭 价钱70匹 单点滑蛋蟹肉 就要120匹 不过我们也想试了饭 因为刚才吃了两碟饭 都不太大碟 不够饱 这个蟹肉盖饭来到的时候 看见滑蛋的情况 真的做得相当不错 份量够多 比刚才我们吃的那间 48厨房更多些 但是蟹肉方面 帆哥吃到那一碟 就比较细口 我吃到那一碟 一般般 就跟刚才对面 48厨房那碟蟹肉 差不多这个质地 不过鲜甜度 好像48厨房 所以这里 看你喜欢吃什么 如果滑蛋来说 这里真的做得挺好的 不过它的蛋香味就不够了 不像我们平时 在家製的泰国蛋 或者湖北蛋等等 因为那种蛋香味 是很突出 反而这里 软滑程度做得好 但蛋香味就不够了 这里又吃不到有蛋白味 很特别 饭也挺爽 也算是粒粒分明 拌了这些滑蛋也挺好吃 不过整体上 如果给我选 我也是选48厨房 价钱一样 质地我觉得差不多 但是 那个质素好像对面好一点 这个是蚝油炒芥兰菜 价钱是80元 这里很有趣 是没有通菜的 所以没办法 它要是炒椰菜 变成了我的椰菜又不一样 或者娃娃菜 我觉得是叫芥兰好一点 芥兰这里有些像芥兰苗的感觉 幼身很多 看看 炒出来很青绿 当然 蚝油 我觉得蚝油的味道不够鲜味 刚才我吃面头 那片就能告诉你 淡味味的没有味 老婆说 不如你试中间那些 我试完中间混合了这些汁 是事实差很远的 好吃很多 这个蚝油炒芥兰来说 功夫是炒得挺好的 因为全部很爽 叶子还很青绿 酱汁来说 仍然是挺多 不算淡味味 没有什么味 蒜蓉的味道 也挺突出 不首先是过了浓 抢后那种感觉 而这个芥兰 和昨天的通菜比 我也是觉得那一句 虽然通菜是辣 但我觉得好吃很多 这里的份量大碟很多 和昨天那一道小碟很多 各有一个特色 刚才那里有80匹 这里也有80匹 我觉得这里又好像 占贵一点 但如果味道调得更浓 我就会觉得更加好吃 这碟是蟹棗 价钱120克 其实总共有8粒 我们个人吃了一粒 现在中间另外开了半粒 给你看看里面的馅 蟹棗顾名师 现在用蟹肉做的了 这么久以来 包括去潮州店吃过的蟹棗 其实这一间 算很多很多蟹肉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不清楚 一梳一梳 好像别人梳子蟹那样 蟹肉很鲜甜 还有很测潤 吃进口 真的软如丝 滑如棉 外面的腹皮 够薄 炸得够酥脆 还要吃到 爽爽声 即是外脆内远的感觉 很符合形容 这粒蟹棗 它总共有8粒 如果两个人吃 真的很满足 另外腹皮方面 都是很浓味的 所以那些豆香味很浓郁 所以我觉得十分欣赏 咬下去很香脆 另外它附设了一碟 类似吉仔汁的物体 不过也是类似昨天我们说的 酸梅酱的蜜糖的味道 点起来 它挂汁的情况非常之好 炸完之后 你看到那碟底 它是没有蘸锁油脂 但是碟底 没有一粒粒油株 这碟底 证明它迫油的功夫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颜色炸完之后 也是金黄色 没有炸的时候太久 做到整碟腹皮包住的蟹棗 都是烤焦了 不好吃 起码望见买相已经很吸引 咬下去还要蟹肉够鲜甜 真是十分之享受 吃下口的时候热辣辣 趁热快点吃多粒 热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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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香炒和辣炒 我心想 蒜香應該沒那麼惹味 經常炒有三款 一個是蒜香炒 一個是辣炒 另一個是用醬汁加蘿蠟炒 這個我就要辣炒 辣炒香厚很多 看來也不會很辣 來到我一看到 哇 嚇死我 會不會就剛才隔壁 48廚房的那個 哇 很多辣椒 想不到不是 它真的愛於表面 可能因為 它炒 連這些都中得很厲害 而且銀也不是很辣 再加上 這個皮皮蝦 如果跟Heahey比 我覺得這裡比Heahey完勝 為甚麼 第一 它的蝦是很紮實的 不是很乾身 還會很濕潤 再加上 你看看 它亦都放一些蒜蓉 蔥等等的東西 類似一些什麼 椒鹽狗吐魚的做法 但是椒鹽狗吐魚 那些魚是會炸過曬 或者椒鹽爛尿蝦 都會走過油 走油 我想輕輕走 不是走得很厲害 而Heahey 走得太厲害了 全乾了 這個 280匹 它也有差不多 大大小小有10隻 我覺得不差 Heahey來說 我覺得跟這裡比 這裡比Heahey完成很多 唯一這裡就是多人 剛剛我們來的時候 一下車嚇死我 放棄 我接著吃完 再過來這邊 還可以 沒甚麼人 這個值得一試 這個不差 蠻好吃 因為它的肉質 很夠紮實 這個是竹生湯 價錢呢 小的是80匹 大的120匹 我們怎麼會叫小呢 一聽到竹生兩個字 就想起文堂吉了 文堂吉的竹生湯不是經常有 而且文堂吉會放雞來煮 想不到 這裡竟然是放排骨煮的 排骨又夠嫩又好吃又夠滑 而且有望有不吃雞的 瑞芯姐如果這個湯適合你 又有排骨又有冬菇又有竹生 還有少少菜羨 湯也夠熱 這麼大宗 還有少少淮山在這裡 你看看這裡 看不看 不是薑來的 是淮山來的 還有一些生菜 杞子等等的東西 不差 這個調味調得很好 這個湯真的想不到 用料用得好多 告訴你真是厲害 還有排骨是有軟骨 老婆現在拔了上來 認真不錯 再加上這裡的調味調得很好 它很多都是用那些配料 煮了那些味道出來 想不到這個八二匹這碗湯 說真的 如果去文堂吉 都要整八十幾匹一宗 但是它會熱很多 但是味來講 這裡我覺得用料多很多 還有湯底有胡椒味 胡椒味還很突出 一拔下去第一口就已經喝到了 所以不差 這個湯 我覺得值得叫來一試 當然要叫大 不要叫小 小我不知道有多小 可能真的很小 鏡頭這一鍋是蟹肉餘飆湯 其實在家平時都買來丁 都是一般般 不過也想試試加了蟹肉 會不會鮮甜一點 價錢只不過是一百二十匹 平時在家買的 分分鐘都要四十幾五十幾匹 所以加上蟹肉來說 都非常吸引 所以就叫了來試試 想不到餘飆的份量 一點都不惹小 它給了很多 吃起來 剛才阿凡哥說 那個鍋都是用來做氣的 摸下去 冷的 一點都不是熱辣辣 想不到吃進口是熱辣辣的 蟹肉真的用來做氣的 它是最後才灑上面的 不過份量都算合格的 鵪鶉蛋也有兩顆 起碼是有蛋黃 我剩下了一顆 起碼讓你看到蛋黃甜滿了 不會像老鳳茶居一樣 只是給我蛋黃都抽出來 冬菇也是一片一片的 放了幾片 咬下去是脆口的 爽滑 還有有菇香味 芫荽也不是放了很多 但我吃到有菜味 不知道是否其他材料 掉了一些芥蘭葉 另外它有放到幾支 低一兩顆 最欣賞就是它的蜆 打得很好 吃起來真的有羹的狀態 而且不會打獻打的效果不好 凝固到一粒一粒 不夠滑口不夠好吃 吃起來覺得菇香味好突出 還有魚肚的吸汁力、掛汁力都很強 份量夠多、夠熱 其實真的非常好吃 還有它這裡沒有落米粉底 不喜歡吃澱粉質的網友就適合了 純粹是吃一個好像本仔翅的狀態 不過加了很多魚肚和蟹肉 最特別是這裡沒有黑醋提供 它只有海鮮醬 就是這個 這個有酸味有辣味 我也加了一匙 令到這個蟹肉魚肚湯更加好吃 吃起來享受到不得了 又有一點辣味 刺激胃口 有什麼之類的 還會喝到不得了 有什麼之類的 在這裡 有什麼之類的 鏡頭面前的那件是爆漿金沙護泥角 可以單點一粒叫的 價錢30克 我今次就是在鏡頭面前新嘗試新挑戰 一向我們叫甜品都不會叫護泥的種類 今次就是因為見到它寫明爆漿金沙 所以就試試挑戰 它還要單點一粒叫 就算帆哥不肯吃 我都可以有信心一個人KO了它 其實護泥角我一向都吃 不過如果你叫我一個人喊一碟有三件 我就決定放棄了 因為吃芋頭的食物我都說過 可能會霸佔我胃部的空間大部分 所以我就試少其他菜式 今次有得一粒叫 還要在最後才嘗試 當它是甜品 即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最初拿到來的時候熱辣辣 不過我就不記得馬上拍給你看 已經攤到暖的時候才劏開它 幸好它還有少部分爆漿金沙的感覺 影起來效果都相當不錯 金沙方面是用奶黃做的 奶黃的食物我一向都一般的 除了半島酒店的月餅 我輕輕就覺得奶黃比較好吃 比美X的月餅更好吃 很多很多 不過今年又好像說差了一點 我沒有買啊 不知道是不是呢 我試了這一口 我真的覺得 哇 似曾相吃 有半島酒店月餅的效果 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味道 剛才呢 我都給了一口飯 嘗試一下 它免為其懶 幫我咬了一點點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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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真的挺好吃 有點像流心奶黃包的感覺 不過這個就不是熱了 冷了依然是流心的 很難得 不知道它怎麼做 冷了也可以流心 它的奶黃的味道 又比較香一點 比較濃一點 還有很滑口 吃起來不會像金沙的效果 好像一粒粒 還不夠滑口 它是已經融會一體 簡直好像有豆漿的感覺 嘩 喝起來很嫩滑 吃起來好像做肌肉的感覺 而芋頭呢 它也不是做到很厚 是可以接受的 外脆來軟 外面外層那裡 還有吃到一點脆口的感覺 吃進口 那個芋泥不是很厚 還要很快就咬到飽漿的層次 味道和效果 甜度呢 它也是比小甜輕輕多一點 但又不是正常甜 它香的程度 比甜的程度 更加具體 吃起來就相當滿足 是很好吃 三十匹一個 我覺得挺低的 挺好吃 好 接著說說這兩杯飲品 左手邊的杯是檸檬茶 右手邊的杯是泰式奶茶 檸檬茶來說只是25匹 而泰式來說是35匹 猜不到檸檬茶也是底的 泰國菜真的比較甜 但蠻好吃的 現在冰溶得七七八八 反而淡味一點 現在這個口味就比較適合很多 所以其實這裡的飲品 溶了冰的味道就差不多了 香港就不好 如果香港的冰溶溶了 整杯是淡而無味的 可以告訴你 好像水一樣 25匹來講 它因為大杯一點 你留意一下 看不看 杯高一點的 不知為什麼 它的味道像什麼呢 像壁傳檸檬茶 所以會比較甜一點 簡單來說 壁傳檸檬茶的口味 另外那杯泰式奶茶 一吋一吋一吋 我想容量最多是250-300毫升 而檸檬茶的杯 起碼有300-350毫升 喝起來 泰式奶茶真的甜很多 現在冰溶到七七八八 輕輕可以接受多些 剛才點的時候 我忘了跟它說小甜 它的甜度不是七成甜 七成甜是深圳裡正常的甜度 但是我覺得它起碼有九成甜 分分鐘十成也有甜 我覺得喝下去 嘩 最多喝一半就好了 否則整杯糖都吸收了 不過冰兒用了七七八八 又可以喝回它 我還想加冷水 為什麼我這麼說 我看到牆邊有一壺冷水喝針 好了 來個美人照鏡 還有兩杯飲品 你看看 其餘的食物都吃完了 接著就說說我最後總食評 這間豬拉五十廚房 其實剛才我們去了吃豬拉食物 四十八廚房 我想相類似 那邊就比較沒有太多特別的食物 多數是一碟碟炒的 這裡就有些特色 譬如有皮皮蝦 有些湯 有些特別的食物 那你問我 這裡的食物是否真的好突出 有些食物未必那麼好吃 例如那個滑蛋蟹肉飯 我感覺到蛋和蟹肉的味 就比較沒有那麼突出 另外就是那個菜 菜的調味是差一點的 但是菜又好吃 其餘的食物我都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包括那個蟹組 竹生湯等等的食物 尤其是皮皮蝦 比Hear Hay更完勝 這個 雖然這裡人都會比較多 但是Hear Hay那邊排隊更誇張 我覺得如果Hear Hay那邊 不如來這裡 這裏Sam Yang站走過來 大約是五分鐘而已 我剛才沒有 我都是坐的士來 因為剛才下大雨 好誇張 雖然我走到天氣站 都是兩分鐘至三分鐘 但是我都不博了 都是說真的那句 坐的士穩陣一點 其實說真的那句 坐的士的價錢 跟坐偏鐵串火車 一樣的就差不多 所以我都決定 坐的士穩陣很多 來到那時候太早了 吃飯時間人太多 我們先去其他地方吃完食物 想著走走走一個圈 再過了一段時間 差不多三四點 人又少很多 然後我們就進來這裡吃 今天你問我的滿意度 都算是挺高的 都不算太差 上菜來說 都算是挺快的 有些東西就比較久一點 這裡冷氣就沒有了 都只有幾把眾生機 又是那些 你看看 你看看嗎 周星奇拍戲 但就不是伏的 是風扇伏伏伏 如果口味相似 我覺得可以 berries吃 ению話看 請老婆說說 其實我想介紹這間吃皮皮蝦 價錢是很便宜的 280元就有得吃了 雖然只有10隻 但起碼我覺得質地好 10隻都不是小隻的 起碼比一隻中指更長 所以我覺得都相當滿意 至於剛才我們說的效果不太好 蟹肉滑蛋炒飯和炒菜 都是70至80元 因為都是10多元港幣 它又不是不好吃 只不過不是有驚喜 至於竹生湯和蟹肉魚錶湯 十分欣賞 價錢都是取價公道 120元港幣都是20多元 另外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的款式很多 例如蟹棗是我吃過這麼久以來 包括潮州店的蟹棗 這間是好味和層次效果 炸完之後的油膩 做得最好的一間 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它起碼逼有功夫做得好 又炸到金黃色 蟹肉又比你感受到 還有份量夠多 還要有8顆 還有收的價錢不是貴 所以為什麼我不買蝦棗呢 就是這樣 蝦有幾好的層次 都能夠在第二樣食物做得到 蟹比較少 尤其是蟹蓋和蟹棗 是一整袋 一整袋都是蟹肉 真的很難得 還有本身 泰國買蟹的價錢都是貴的 所以我覺得這裏 真的很值得過來試試 整體上很滿意這間 還有我覺得 就算它等的時間也不算太久 剛才我們一起吃一整餐飯 都是一個多小時 如果真的由頭等到尾 都是一個多小時 蟹蟹分分鐘是兩個半小時 都未必等到你想要排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裏 起碼有些椅子讓你坐 蟹蟹是要直站的 站到有位為止 如果讓我選擇 我都會選擇這間多個蟹蟹 還有這裏有很多款式 很多種類 餐牌可以看到你目不下級 還有吃的時候你會覺得 不只是吃蟹蝦、海鮮類 還有豬、雞、其他種類 整體來說十分滿意的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裏 其實我看回 多數都是一些台灣人 泰國人 或者某一個半個的香港人拍過 這裡不是很多人拍過的 我覺得人都是主要在農宮附近的大學 或者附近的泰國人來吃的 其實遊客都有 其實都是一些大陸的網紅 介紹過 或者小紅書 那些介紹過 就會來這裡吃 我覺得這次的這餐 體驗是不錯的 不算太差 今天就講到這裏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回去準備直播 泳池直播 不是游泳直播 是切月餅直播 這間其實都是繁蘇運出來的 沒有看過任何Youtube 任何東西來找的 這間東西 想不到都真的很好吃 我們在吃的時候 剛剛才看有誰介紹過 原來是有些人介紹過的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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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